大自然鬼斧神功 享受南洋风光 特色庙宇 接受精彩文化洗礼 还有酒吧和夜店狂欢 越夜越美丽 泰国传统和现代融合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度假胜地 但疫情重创泰国经济 直到去年陆续解锋 推动疫后观光 泰国旅游业逐步复苏 也让泰铢成为8月标线最强势的亚洲货币 数据显示泰铢对美元汇率8月已经升值4.6% 达到1美元对35.3泰铢 涨幅纳幅领先其他亚洲货币 专家分析泰铢走强主要是因为美元走软 泰国央行政策转变 日前宣布时隔三年多来守住升息 再加上民众乐观看待泰国观光带动经济成长 另外油价下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收敛 也同样带动泰铢升值 甚至现在就已经达到市场分析师 对泰铢年底预估的价位 虽然预计还有升值空间 但证券公司专家表示 对泰铢走势还需维持谨慎态度 近新闻高一亭吴俊文报导 对泰铢走势还需维持谨慎态度